字幕提供 哈嘍 大家好 我是小貓 今天帶給大家十個明朝 陰間解謎跟攻略 真的是每點運氣都解不了的那一種 沒點運氣沒關係 我來了 在影片開始之前 大家記得訂閱開啟小鈴鐺 才不會錯過下一隻的影片更新喔 好的 那麼我們馬上開始啦 先要前往中央聚榮旁邊的船點 並且在桌子上拿到這個無名宗司的日記 第一個寶箱在紫月蓉上面的傳點 比較難找一點正對帳篷的右手邊往下跳 就可以看到金色的點點 第二個在荒棄岩或上面的傳點 沿著後山直直往上爬 如果運氣比較好你生霞還沒拿到 那就會在生霞的旁邊 第三個在祭庭遺址傳點這裡 沿著路走到山頂 在山頂的房子正後方就會看到一個金色亮點了 就可以拿到最後一個寶箱囉 接下來是下一個一分鐘拿30新生的任務 首先我們必須要到終曲台地的這個位置 找到這個被狼圍毆的NPC 幫他把怪打跑之後 他就會跟你說他想要一朵花 給了他一朵花之後 他馬上就給了你10新生 接著再往前走 就會看到一樣在路邊的小哥 跟他說話他會要求你去旁邊火星 偷偷的把他的背包拿回來 但是我這個人從不偷偷來 這個時候就會發現他又給了你10新生 完全不知道是為什麼 不過打跑了他們將背包拿回了之後 又可以再拿到10新生 總共30新生喔 再來下一個 充滿著炸彈 但擁有著超大寶箱的隱藏任務 在哪裡? 首先我們先傳送到無光森林的這個位置 就可以看到有一堆炸彈的NPC 但是他要求我們不能夠太過於靠近他 所以這裡用遠程角色直接把炸彈給引爆 接著跟他對話到達營地去拿他的炸彈 如果這一區任務剛好沒有過 全部掃蕩完還可以獲得一個40新生的大寶箱喔 交付完任務再給他三個材料之後 就能夠前往引爆洞窟的地點了 這樣就能夠拿到40新生的大寶箱囉 接下來再帶大家找一個道點就能夠拿的三個寶箱 也是在荒石高原的左邊 這裡直接有三個寶箱可以馬上領喔 超級快速 沒關係接下來下一個要帶大家找超級長的隱藏任務 首先我們要傳送到無名灣的下面這個小島上面 會看到一個NPC蹲在地板上 接著進入基地之後瘋狂開始講話 很多也不是很重要 總之就是知道他們要扮演比賽 第一個挑戰叫你爬到最上面拿到他的信物 除此之外這裡還有寶箱可以開 接著第二個完成打靶的訓練 三個到海邊講講話完成一場決鬥 也沒有到決鬥啦就是超爛的怪 完成之後再回到角鬥場扁那三輪超爛的怪 完成之後講講話就可以獲得隱藏的成就跟寶箱囉 接下來再帶大家找一個超級難找的傳送點 首先我們要先傳送到虎口廣場這個傳送點 面對城市的中心會看到一個大柱子 往左邊看會看到一個類似其中機的機械 直接往下跳就會看到一個洞口走進去 接下來我們這邊就加速帶大家看一下路徑的過程 到這個橋的時候就看得到我們這邊的傳送點啦 接下來再帶大家看看另外兩個四星武器在哪裡 要拿這把武器我們從粉艷海摩托車這個傳點出發 沿著這條路直直往前走 看到繩索就拉看到上升空氣就跳 接著往上爬 然後這裡應該要有個體力球可以吃的 如果你被別人偷吃跳了也沒關係 我們直接往下跳 有一個平台可以站著回復耐力 整條回復滿之後往上跑就可以了 下一個則是需要稍微濃一點 我先先飛往上面的座標找到石狼 跟他說話就會發現有一個自選箱可以進行兌換 石頭要去哪裡踩呢?這邊推薦大家兩個小地方 一樣傳送在我們的虎口礦場旁邊 正後方的部分就有地方可以進行採集了 除此之外還有一個地方就是往下跳的部分 也會有一個坑洞下面有一大堆的礦石可以採集 另外告訴大家一個小技巧 無論是你到別人的世界還是別人到你的世界 只要有人挖礦是大家都可以拿到的 下一個超離譜的 這個小島上居然有這麼多的寶箱 你開過了嗎? 在中許台地右邊的小島上 給老闆娘五塊魚肉就可以進行開一個寶箱的機會 不過當然這裡面是有一個最大獎的 想要得到最大獎的話 旁邊木橋上看到一隻可愛的貓貓 給他一塊肉 可愛的貓貓就會直接告訴你 大獎是在哪一個箱子裡面 就算是開錯寶箱也能夠獲得一點點小東西 大家記得試試 再來是下一個我覺得最陰間的猴子洞任務 在無光森林上面的船點 朝著中間的大樹往下走就會找到一個洞窟 這個洞窟裡面有三個寶箱 以及一個特殊的猴子研究員 擔心找不到寶箱的可以打開探測器 當這個研究員打跑這些人員之後 這個研究員就會消失了 緊接著我們再到無光森林右邊的這個地方 我只能說這個點跟這個任務都超級莫名其妙 藏在這種陰間地方真的沒有幾個人找得到 總之你就會看到一個洞跟一個研究員在這邊 那我們接下來進入這個洞裡 有些蠻多的任務包含打跑人員 以及每日一次的問答 那這些解好解滿洞穴裡也有三個寶箱以上 不過其實拿東西有點太輕易 我一度以為他沒有解完啦 如果有其他後續歡迎留言告訴我 接下來再跟大家介紹一下刷生海的小攻略 刷了十幾個小時還刷不到4Coast的治療烏龜嗎? 貼心的提醒大家4Coast的其他都一樣是可以運用的 那我這邊只介紹烏龜 烏龜的話要找跟他同級的這邊推薦無冠者 蠻大的好處是40級可以選擇自己要的 或者是養暗主的時候這一隻就相當不錯 可以替換的刷 那方法就是我們需要在無冠者這邊 先刷出沒有拿到生海的狀況 對於4Coast級別的生海來講 只要他一次沒拿到 他的下一次就是100%會拿到 那同時也可能會發生這次拿到了 但下一次還有可能會拿到 但只有20%的機率會連出 這個方法會大大減少你烏龜出空包蛋的機率 那如果是3Coast則是在第4次才會進入100%的保底 接下來跟大家介紹多人連線的小小技巧 但我個人是比較認為比較偏向是Bug 像這種機關解明的只要找另外兩個隊友在這個機關上面 或是放其他物品 這個箱子就可以直接打開耶 真的超扯的 像是其他比較複雜要找東西的都可以用這個方法解喔 好啦以上是最近累積的各種小攻略的影片給大家 如果想要看最快速的攻略更新的話呢 比較推薦大家滑一下Shirt或者是抖音 我這邊都有上傳的 好啦那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到這邊結束了 我是小貓 喜歡我的影片記得幫我按個超級讚讚 也不要忘記訂閱關注我的社區媒體帳號 我們下一支影片見囉 大家掰掰